哈喽大家好 然后现在是3月2号的晚上差不多9点钟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 然后目前比特币呢 仍然是在斯万斯这一代呢 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整理当中 那我个人呢 个人更倾向于比特币呢 能够在这个位置去横盘整理一段时间呢 然后继续去选择一波上冲 在这个位置呢横盘整理一段时间呢 继续去选择选择去上冲 那前期这个高度呢 也就是4万6这一代呢 我个人来说呢 应该是会起码要去摸一下 摸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去具体去看 如果很有可能吧 我个人是希望他 比特币呢能在这个位置呢 直接去放量 去突破这一代的一个压力位 突破这一代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我们再去回踩这4万6这一代的时候 我们再去介入相应的一个多单 那目前 目前这个位置呢 比特币呢应该是会再整理一段时间 整理一段时间呢 一个那现在来说这两根均线离价格呢 是相对较远 然后价格走得太快 然后均线是跟不上 应该是会在这儿横盘整理一段时间呢 等等均线 均线到了以后呢 然后继续就选择一波上攻 那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看呢 应该是会跟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类似的 你想这个几根K线直接拉起来 然后均线是缓慢的再往上走 然后这一段呢是有一个横盘了一段时间 横盘了一段时间 完了均线几包靠近 嗯 可以靠近那个K线的时候 那个价格呢 然后就会继续选择一波向上的一个攻击 那目前来说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呢 是有点相似 在这个位置呢 希望横一段时间 价格那个均线 均线上来了以后呢 可能大概来说 那是会去上冲 那极有可能会把这一代 4万6这一代去突破 那昨天也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4万6这一代突破了 那么4小时级别是形成了一个W底的一个形态 4小时级别是形成了一个W底 W底呢 那么我们就在一个一个做成点位呢 一个就是在这个突破突破4万6这一代 嗯 如果说有力占满 等K线占满了 占到4万6以上了 收盘家占到4万6以上 那么我们第二个K线 我们可以直接去进场 做多 然后这是一个点位 另一个点位呢 是等价格回落 嗯 这个景线位置 也就是4万6呢 4万6不进了以后 嗯 我们再去择机去借入这个多单 那如果说呃 比特币价格去上破了4万6这一代呢 呃比特币接下来呢 很有可能就去冲击前高这个位置 也就是6万8呃这个这个位置 呃有可能 扔上回 6万6万8这个位置 有可能我们直接就带来一波更大的一个行情 那 那都是很后话 然后我们就交给行情交给市场 啊 市场去 呃走出对应的一个行情 那从4小时机 呃 呃这个4小时机 k线图上呢 我们也看到了 嗯 这两根均线呢 目前呢 也是也是全部都管头向上 而且呢 呃 这样的均线也即将形成金叉 如果价格在在这个位置呢 在横盘一段时间呢 这两根均线 呃4小时均线 那肯定是形成金叉 金叉下上 那后续来说 应该是会有一波 呃不错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在这个位置呢 呃 没有单子呢 就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去 最多 那空单呢 也不建议大家在 在这个位置去做 那虽然说呢 这一代呢 是前受制于前前前前期这一代的一个压力压力位 但是目前来说市场应该是会有一波 嗯 多头比较占优势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去 做空呢 我个人呢 个人觉得我个人是不会去 在这个位置再去介入这个空单 啊 除非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空头的一个结构走出来 那我们再去介入 然后这个位置呢 从高了以后 一波在在这个位置的一个 横盘的一个整理 整理整理呢 我们就 好用可能后续还是会去去上公上公啊 各种观点还是会去去上公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空单肯定不进 然后多单呢 我们也不说现在也不进 多单要进 从未就是等他直接上破四万六 占了四万六这一代 那我们再去进 进场一个多单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回踩这个四万六这一代 那我们再去进场 再去进场多单 那目前来说呢 今天晚上呢 比特币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那以太坊来说 以太坊目前来说呢 也是一波村高 完了以后呢 现在在这个位置的一个 也是一个整理整理当中 那以太坊其实是 一小时级别呢 其实是这根 现在趋势线呢 应该是已经是上破 然后目前是在这个 趋势线的上方 做一个红盘的一个整理 那所以呢 以太坊的后续仍然是 应该是大概率呢 应该整理一段时间呢 随着比特币的一个上攻 那以太坊呢 应该是大概率 也是会回到这个前高的这个位置 起码会回到前高这个位置 也就是三千 两百七左右的一个位置 而且呢 极有可能 以太坊呢 是会去突破这个三千 三千二百七前期这个高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四小时级别图上呢 以太坊呢 也仍然是形成了一个 W底的一个结构形态 昨天晚上也给大家 画过这一段 那我们一个呢 是去突破景线 暂风景线了 我们去介入多单 然后再一个呢 是回财景线这一带 那我们继续去介入一个多单 那目前来说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耐心等待 然后 以太坊这一带呢 也是多空都不建议 大家去入场 我们现在呢 就耐心等待就好 然后昨天晚上呢 是前天晚上 先说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是给大家 带来了一个 优利的一个多单 目前来说呢 目前来说呢 因为优利这笔单子呢 我们仍然是在 获利当中 前天晚上应该是 在这个九块七 还是九块八左右的一个位置 我去让大家去介入这笔多单 然后呢 直送是设置在了 九块两毛五左右的一个位置 我记得 然后呢 嗯 最高是已经到达了 十块八毛 十块八毛钱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 嗯 就按九块八这一带 然后到最高的话 我们已经最高的话 已经有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十的一个盈利幅度 那目前来说呢 呃 优利这笔单子呢 大家入场呢 就耐心 呃 耐心拿拿着 然后 首先呢 我们 上一 第一个目标呢 我仍然会看 坚持看到它 能够到达这个 十一块三左右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前期这一带的一个位置 呃 如果说 到达这一点 到达十一块三左右呢 大家可以去那个 呃 减一部分仓美 然后留一部分仓美呢 我们去去去拨它前 这个高度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十二块五左右的一个位置 我们去去去看这 这个高度 那这是前天晚上给大家带的一个优利 目前仍然是在获利当中 而且 现在来说 已经有接近百分之十的一个盈利 盈利的一个幅度 那昨天晚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LRC 稍等一下 网速有点慢 嗯 昨天晚上是给大家带了这个LRC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LRC 还不是 LRC USDT 昨天晚上是给大家带了这个LRC USDT 的一个多单 那目前来说呢 价位仍然是在我们那个 进场价位附近 嗯 我们昨天晚上进了以后呢 是 今天呢 是有一波上工 昨天晚上 我们是在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那个目前这个价位也就是 嗯 八二左右 八二左右净 八二左右净啊 最高呢 是冲到了八六七 我看一下最 进场点位到最高这个位置呢 也是达到了 最高有百分之六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幅度 目前呢是价格仍然是回落到了我们进场的一个呃点位 那这个 这个呢 如果说大家没有进场的昨天晚上没有进场的现在是又一次给到了我们进场的一个点位 大家仍然是可以去进场 嗯 现在进场呢 直送呢 我们仍然是按昨天晚上的一个0.77的一个直送的一个 直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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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送的一个点位 我们0.77附近我们去设直送 然后呢 目标呢 我们第一目标仍然是要看到前期这个这个高度的一个位置 嗯 这一带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 也就是 0.96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盈亏比呢 达到了一个三倍的一个盈亏比左右 那 如果昨天晚上已经坐进去了 那我们就耐心得待 呃 耐心持有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会有没有别的币种有一个 交易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ACP 啊 ACP这个大家可以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ACP呢 是一小时级别上来的说 目前来说价格已经是突破了这个 下降趋势线 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 然后目前的价位也是回到了这个下降趋势线的一个附近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再一个是 呃 一小时级别呢 呃 应该是有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当然目前来说是市场上普遍呢 全部都是存在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然后呢 呃 现在的价位呢 是回踩到了这个头肩底的颈线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呢 这样来说呢 现在呢是回踩到了这一线 回踩到了这个颈线的一个 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呢 嗯 个人建议呢 是大家现在呢 是可以去入场一个多代 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入入场一个多代 那我们直送呢 我们现在限价入场直送呢 我们就设到这个18块 两毛钱左右 我们设在是直送设在18块2左右 然后呢 我们的目标呢 是 首先是前期这这一代的一个高点 那 这个位置呢 也基本上是在22块钱左右 起码在22块钱左右 如果说到达了这一代呢 那我们的盈亏币也达到了一个2.6倍的一个盈亏币 呃 时间支撑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然后呢 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会看到前期这一代的一个高点 那如果说到这呢 我们的盈亏币已经达到了4.36倍的一个盈亏币 所以在这一代呢 如果说 大家没有单子 目前来说 呃 今天晚上给到的大家的是这个 呃 那我网组有点慢的 我就不等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比特币 以太坊 嗯 一个后续行情的一个解析 以及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 ACP 以ACP的一个交易机会 以及昨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那个 LRC的一个交易机会 LRC那个呢 现在是又回到了我们昨天晚上的一个 入场点位 那又是给到了大家再一次一个 进场的一个机会 那ACP呢 这个价位呢 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 入场这个多代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晚上 我对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解析 那如以上观点呢 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并不作为大家一个投资的一个依据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分享的 对大家的一个交易 有一点的一个帮助 欢迎大家 点点赞 好了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今天晚上这个视频就先到这 这样子的一趟之后 对上来 我会有关策的一个 众你 币的一个 这趟之中 感谢观看